大家好 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 跟我想要来萨达传说王国之类 我是沃维 上期的影片里面 我们解了监视堡垒附近的30个克罗格果实 今天我们要继续解监视堡垒附近的克罗格果实 我们今天有19个克罗格果实要解 我现在人在这个地方 我在监视堡垒的上面 北方这边 巧诺尼西乌神庙 监视堡垒在这边 我在上面这边 很靠着城堡这个方向 我们从这边开始解克罗格果实 这样我们就往中间这边 这个 好像喷水池的地方 爬上去 我在上面这边有克罗格果实 位置在这个地方 中央广场遗迹这个地方 中央广场遗迹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往城堡那个方向走 往城堡方向走的话 你会走上一座桥 在这个桥的 左边 这边 跳下去有一个克罗格果实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直跳下去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拿到克罗格果实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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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克罗格果实以后 我们帮我们自己传回 我们出发的这个神庙这边 我传回这个神庙以后 这个神庙的后面 你会看到一个很烂的建筑 就在这个神庙的后面 背面 你会看到一个很烂的建筑 很明显吧 这个 应该是一个遗迹啊 不要说人家很烂 遗迹 我们就到遗迹这个地方 之前这个地方都是守护者 很恐怖 在矿野兮兮里面 现在都没有守护者 觉得海拉鲁城堡这边很和平 这边 这边的话 你会看到 上面有一个标志 你就通天树上去 这边是克罗格果实 位置在这边 神庙后面的烂建筑 神庙后面的遗迹 解了这个克罗格果实以后 我们往这边走 往城门这边走 大家跟我走 那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起 解克罗格果实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继续解各个地方的克罗格果实 我们之前有解了 空中的克罗格果实 那现在我们来解 监视堡垒附近的克罗格果实 走到城门这边以后 我们就通天树上去 在这边有克罗格果实 位置在这边 就在城门上面 你解了这个克罗格果实以后 你往后面看 你往城堡方向看 然后你看到左边这边有一个遗迹 不要说烂 遗迹 遗迹 我们到遗迹这边 你会发现有一些树叶把它烧掉 我们就来燃烧树叶 然后这边有个石头把它拿起来 我一直在这边有克罗格果实 觉得这个克罗格果实以后我们往后面看 等一下我们要 上去这个石头这边 后面这个石头这边 然后我一路往右边走 这样一路往右边走 然后走到上面这个石头这里 这边 这石头这里 在这石头上面也会看到一朵花 在这边 这边有一朵花 就是刚才的克罗格果实以后往后面走 然后往右边看 就会看到这个有个大石头 不会错过的 然后这边有一朵花 然后我们就跟着这朵花 去找我们的克罗格果实 太过去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终于变成白色的花 哇 我们就找到我们的克罗格果实 位置在这边 我们本来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 然后一路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找到克罗格果实 找到克罗格果实 以后我们往城门外面走 这边往这个方向走 有塔这个方向走 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 路在前面 然后看到路在前面以后 你就往右边走 就是往利特村的方向走 往这边走 这边有一个路咪啊 他会告诉你这边有一个 洞穴 不过我们今天没有解洞穴 我们就要往前走 就一路走 沿着这条路走就对了 然后你走到有一个地方 右边有放些木材 的地方 这边 右边有一个 有一些要放木材的地方 我看他有火焰果才跟他打 走到这边 右边有木材的地方 地图位置在这边 走到这个地方 你看到右边有放木材 然后 左边有一棵树 在这个树的后面 这边有克罗格果实 然后我们继续往利特村的方向移动 也就是往左边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然后你会走到有一个 好像有山洞的感觉 上面有一些石头的感觉 假如马上就要到了 这应该是我们第八个克罗格果实 这边 上面好像是岩石的感觉 我们就从这边通天树一下 这个目标 这个标子通天树一下 这样子我们就找到另外一个克罗格果实 在这边 然后我们要走到对岸 大概到这个地方去找克罗格果实 想持续往下走 看到奇诺克斯 你不要跟他打 你看到他以后就往 右边走 右边这边就会有一些石头 哪边这边 在核的对岸 你看有些石头 这边是我们的克罗格果实 我们就把石头放到这个地方 位置在这边 这边有克罗格果实 这边有克罗格果实 应该很难错过 只要克罗格果实以后 我们再游回对岸 游回 这边 这边 游回这边 这个方向 很高的地方 海拉乌城堡旁边这样比较高的地方 我们就往上走 我们爬到这个很高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个发亮的这个光点 不要跟他走 你就站在原地 等他自己过来 你追不到他太快了 等他自己回来以后 我们就拿到我们克罗格果实 在这边 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来往城堡的方向走 你会发现城堡这边有一个 有个很小的水池 这边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你在到城堡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会看到 有一个铁块 什么铁块 这个铁块 用你的救急手 来把铁块转一个位置 像这样 这样就解雷扣个果实 我一直在这边 我一直在这边 接下来我来 订个地图链在这边 我们往这边走 往这个城堡的路上走 我们走到这个城堡的路上以后 您往左边走 我沿着这条路往左边走 我现在人在这边 那我往左边走 应该是往北方这边走 应该是往北方这边走 一路往左这边走以后 那我爬上这个小城墙 我在小城墙的这个上面这边 这边有个石头 你说这石头是什么 这边是个克洛格果实 然后我们往桥这边 这边有个桥 我走过去大家就看到了 这边有个桥 桥的下面 有个目标 这边有克洛格果实 我一直在这个地方 欧和利桥这边 然后我们持续上去沿着路走 这样我现在人在这边 我沿着路继续往上走 我沿着路继续往上走 然后一面走的时候 一面往右边看 你会看到右边啊 有三个雕像 哪边哪边有三个雕像 我们就一路走 一路往右边看 应该很明显 你会看到三个雕像 这三个雕像 这边这边 这边有三个雕像 三个雕像旁边有一些光 光圈 光亮会绕来绕去 有没有这边 这是我们的克洛格果实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来生一把火 然后等到明天 我不喜欢在晚上解克洛格果实 我不喜欢在晚上做任何的事情 我休息到早上 那我们就持续往北方走 我们刚才已经走到这个地方 我们持续往北方走 我走到真的很北边的时候 因为看到有一个小小桥 渡船口 在这边 这是一个克洛格果实 这是一个克洛格果实 我们接下来 19个克洛格果实 这应该是我们的第15个克洛格果实 一个木箭我都要拿回来 好,接下来我们往 前往这个方向 在这边看到有一个克洛格在这边 要前往朋友旁边的克洛格 这样 那 我们就来帮他一下 我在这边砍一个树 这应该有很多种方法可以 他们要追我 等我处理一下 他们一直要过来送我 这样 我们需要一个 木材 我的方法是用一个木材 然后 把克洛格黏在 黏在上面 我还没有跟他讲话 对不起 好,这样 我们把它黏在这个 木头上面 然后我来拿我的两根火箭 黏了平均一点 左右一边一个 然后把它弹伸到他朋友那边 我看他朋友的方向在 这个地方 把它弄斜一点 好,这样 不要用你的斧头打 你会把你的木头打坏 用箭射 这个火箭就好了 这样 两根 一根木头 两根火箭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把克洛格射到对岸 或者用种种方法把克洛格 让他可以到对岸 到对岸以后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处理了 把克洛格 放到他的朋友旁边 好,解了这个克洛格 我以后 我现在人在这边 我们该从这边 接一个克洛格过来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往这旁边这边跳这个地方 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石头 我大概在这里 往这边走 通常你来这边的时候都是下雨 我的话我就拿下我的火箭 让他余料建造一下 让他余料建造一下 我就这样飞过去 飞到对面的这个 这个石头这边 看起来很奇怪的石头就对了 看起来很奇怪的石头就对了 我希望可以飞得过去 我希望可以飞得过去 我应该没有问题 好,到这边以后 你再爬上去 或者你用火箭盾上去就可以 我好像爬不上去 我用火箭盾好了 我上去以后你会看到有一个克洛格果实的标志 可以飞到对面去 停在这个 嗯 终点这边 慢一点 准一点 这样这样 这样我们就解了个克洛格果实 这是我们第18个克洛格果实 今天我们要解第19个克洛格果实 最后一个克洛格果实在这边 在 大概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克洛格果实 在 在 这边 我订个地图钉在这里 叫我把红色地图钉删掉 到紫色地图钉这边 叫我就走过去 去咯 有时候搞不太清楚方位 所以一定要定地图钉 然后那个紫色地图钉 其实是一个很高的地方 一个小小的坡 所以我们就爬上去 哦这个 叫我们就爬上去 在這邊你會看到一個 克洛格的標誌 這邊 這邊有看到克洛格的標誌 我們就飛到這裡 應該可以來得及 我們現在有丘莉的能力 這樣我們擠了最後一個克洛格的果實 那這就是所有監視堡壘附近的克洛格的果實 那我擠了那麼多的克洛格的果實以後 我們上期擠了30個 今天擠了19個 我們擠了49個克洛格的果實以後 我們把我們自己傳到監視堡壘這邊 如果你跟我一樣還沒有拿到大事事件的話 你還沒有去克洛格森林的話 那我們的伯庫林應該會在監視堡壘那邊 傳到監視堡壘以後 我們就來去找我們的伯庫林 在前面 在雜貨店的旁邊 我們就來跟他對話一下 這也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想要增加我們的武器袋 想要增加我們的弓箭袋 還有增加我們的盾牌袋 沒錯 現在我有超多超多的克洛格果實 幫我加大我的袋子吧 這就是這一集的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做更多更多克洛格果實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 好 那我們下車 等一下 。